主要一出來當然是Bling Bling 我覺得我自己很喜歡比較閃的東西 但我發覺閃的東西都挺難做 因為做得漂亮也挺難 我又想這個品牌其實不只是一個Premium 胡敏山是知名中標商人 代理過很多國際知名品牌都非常成功 推出第一個個人品牌SWED 她說是要挑戰自己 決心令這個女性手錶品牌與眾不同 我覺得一個品牌漂亮不漂亮其實是一個Package 除了你的產品而外還有推廣而外 after-sell service也很重要 與別不同我覺得真的要是很藝術的 你覺得漂亮我覺得漂亮可能有些不同的定義 但其實一定有一個準則 我覺得這個準則在我這麼久 我會知道怎樣令到她有些不同 那為什麼她有些不同 因為是我做就已經是有些不同 她認為手錶組已經成為女士的首飾的一部分 要做到與別不同 靠的是一份創意和誠意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女士市場 就不是一隻手錶 是一個accessory 我會覺得 她的意思是其實我每天的女士都會轉 但如果我做男生生意 其實我也有 比起做女生可能女生好些 因為你發現女生大量帶又要換一下 精美的產品需要一個推廣平台 設計香港機場禁區內的第四家設計囊 就是向全球旅客推介香港優質設計和產品 我們香港原創的設計 受到國際的遊客認同 覺得他們的水準是高的 店內展示包括SUREC在內的50多個 由本地設計師精心設計的品牌 由手錶、電子產品、精品、玩具、家居用品 以及最新款的珠寶和配色 珠寶手飾怎樣用來襯托時裝設計 都很考功夫 著名時裝設計師鄭紹良 推出的Barnie Link 就是將童年回憶融入她的手飾設計裏 這個設計的概念是跳橡筋製 就變成好像每一個橡筋這樣扣扣扣扣 就變成是很簡單的 但令到我的印象很深刻 所以我就想做一個collection出來 是用銀的 有些閃耀的有些鑽石 近年流行的環保概念 都影響了她的設計 好像手飾用料都選用有機物料 既精美又環保 創意不一定要由零開始 很多東西可以是現有的產品 或者現有的料 都可以用回循環作用 其實對環境很好 而設計師陳宇森 亦都將哥德式建築物和搖滾樂的概念 融入她的品牌Lazy Bones裡面 如果你看一下那段時間的建築物 很多都是用雕塑 在舊的教堂或建築物 你都會見到 好像風骨頭也會見到很多出現 其實風骨頭不是一個邪惡的東西 只不過是一個reminder 給人聽我們要珍惜我們的life 一個拉丁文叫Memento Mori 即是說我們始終有一開始也有個完結 要珍惜我們的生命 整個設計讓我構思來自飛的概念 好像陳列賈一樣 靈感來自螺旋掌 希望為離境旅客 帶來暫身的購物體驗 這個店鋪是在機場 又是很開心旅行的意思 所以你會發覺 我們很多show case 都是比較curved 一些 但是我們亦都有一些 飛機裏面的元素在裏面 譬如一個機的鍋輪 很多這些概念出來了 讓旅客有一個開心旅遊的感覺 那是完美的 謝謝